嗨,Bruce,來跟我們介紹一下今年有什麼新產品 大家好,我是Bruce 那我介紹一下華雲的今年最新的電競NAS 它差異在哪裡,它特別在哪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台機器 它是一個最新的Intel Gemini Lake的CPU 那簡單來說它就效能很快 除了CPU,記憶體效能快之外 我們又導入了它是用2.5G的網路口 CPU memory快,沒有用啊,網路不夠快 所以我們用2.5G的網路 那2.5G的網路我們把它定義成是一個電競網路 很多的電競路由器現在都升級到2.5G 甚至5G 像我們今天推10G推的比較辛苦一些 那10G我們也有在推廣,那是否企業用 那我們在一般玩家,大家要的 為什麼要2.5G,因為我的網路線不用換 我直接就可以走,直接可以做 那有很多客戶問我 1G的網路如果我要更快 我要接兩條線,那去做設定很麻煩 那我們現在一個網路口 就讓你double的速度 那這樣電競的速度之下 我們做了許多電競的應用 跟直播的應用 很多直播主他的影片 錄下來了要放哪裡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錄影 這一段影片要存到我的主機裡面 可以很快容量就滿了 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儲存 速度很快的NAS 讓直播主去儲存 那另外我們導入了 現在是NAS接到這台螢幕 直接接 NAS就是一台主機了 它可以上網 它這台NAS 我們存影片在裡面 我要直接看直播 我要看Twitch 我要看YouTube、Facebook 這一些 直接我點下去就可以看直播 那它也是可以一個 4K影像的播放 4K影像播放跟電競遊戲 跟ROG的電競 現在這裡的應用是說 我們玩電競的話 有一台很厲害的ROG主機 ROG主機 然後ROG的全套 這是信仰嘛 好羨慕喔 螢幕也是一個信仰 那我們在玩現在最熱門的遊戲 這個遊戲怎麼玩 我們現在推電競NAS的話 我們把遊戲 用主機的這個顯卡 在玩遊戲 可是我的遊戲 是儲存在NAS裡面 因為電競主機 它本身的儲存 它用SSD可能容量不夠 所以我就把NAS 當作它的本地的儲存 那它用2.5G網路速度 可以讓它不會延遲 直接可以在上面玩遊戲 等一下 這樣子 遊戲不是不能安裝在 本機之外嗎 所以這台NAS 它用iSCSI的一個功能 把它變成一個 本機的磁列空間 那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以往iSCSI 大家都覺得 速度不夠 因為用1G的網路而已 我們現在用2.5G 它不會延遲了 那甚至我直接編輯 我邊玩邊錄也都可以達成 那錄影的話 我們編完遊戲 用OBS在錄影 那我打完遊戲 我錄影的影片也存在NAS裡面 那NAS就可以做一個 很快的4K播放 這是我們的一個概念 對 那適合 線上剪輯嗎 也適合 因為 線上剪輯 主機如果可以開這個軟體之外 那我透過2.5G 甚至 我網路速度快了 甚至我們10G的方案 我讓它去加入本地 那線上剪輯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而且NAS又會是一個CP值 又快又穩又省的一個方案 那容量又超級大 容量就看你硬碟要買多大 就隨便你發揮了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Storage的概念 對不對 對 其實主要說直播要很多影片要放哪裡 對 放NAS 那這台NAS 不用搬來搬去 這台NAS讓你一直存 那它也可以讓你直接看 那你的主機其實都有很多線程可以上傳的功能 那現在是說儲存空間不夠 對 那速度不夠 是 那這有最新最快的NAS 那網路又很快 那配合你的電競路由 對 那還是你的Switch 對 就可以變到一個很快的方案 那像我們之前已經有MG的手術群的話可以升級嗎 基本上我會建議是說 要升級的話 因為這是五系列 對 算是升級 你只要把硬碟移過來這個五系列 你所有的資料系統都移過來這個新的這一台了 那這一台的 因為它CPU memory會更好更快 雖然網路只有2.5G 對 但是我們定義這是未來下半年跟明年主流的網路規格了 那之前的這個10G機種 這是一個入門的一個親民款的10G 對 它的CPU 它的主板的平台是On Base 所以它單一在跑10G的速度是很夠的 但是你如果很多任務 很多檔案同時在傳 它的Loading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在Intel這種X64平台會是更好的方案 那不是誰在這個產品什麼時候要開買 好 其實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其實這個系列 52系列 53系列 這個系列在台灣我已經偷跑 偷賣了 偷賣啊 搶先全球首發上市 那現在這個方案呢 在Momo PC Home都有上架 對 首發呢 不是說上市而已 我上市以後 兩倍 定價 9 9888 1萬塊有找 還送你一張10G網卡 哇 那這台4顆硬碟4倍的 對 它的定價16888 等同是別家NAS品牌1G的NAS的價格 那你買這台之外 也是送你10G網卡 再送你一個遙控專用遙控器 對 那10G網卡是給我們插在電腦上面的嗎 對 10G網卡你的主機如果還沒升級 你還是1G的網路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網卡插在PCIe槽 它隨時就可以升級到更快的網路頻寬 那這樣就兩端都解決了 對 都幫我們講好 那我另外請教你喔 因為大家都很懶的這樣子 拔來拔去 裝在裝去 那如果說我們把上面硬碟 直接裝在這邊可以嗎 還要重新再做的系統嗎 把其他台華雲NAS的硬碟 直接移過來這一台新的機器 對 所有的資料 所有的系統就可以直接移過來 直接移過來 我們華雲的系統只有一套 所以它不會挑型號 OK 對很方便 所以不用再多買4顆硬碟 然後再多 不需要 搬來搬去的這種動作 對 你直接就把硬碟移出來 拿過來這台新機器 就搞定 那要用生很好的事情 對 那在未來也是一樣 我們很care這樣的事情 對 未來我們有更新的機器 你如果想要再買新機器 那硬碟還可以用 你直接把硬碟移到新的機器 就搞定 馬上原地升級的 對 你的資料不要搬來搬去 對 搬來搬去 這風險最大的時候 對 好 了解 謝謝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